印尼亚航8501客机坠入爪哇海第13天 今天稍早前有消息指 印尼的搜救队已经探测到飞机黑箱的信号 但是印尼国家搜救中心随即在下午澄清 没有这回事 当局还在利用水下定位性标来侦测黑箱的下落 至今还没有下文 无论如何搜救队伍把握今天早上良好的天气状况 准备利用直升机搭载悬浮气球 到两天前发现机尾的位置 以协助打捞机尾 当局预计今天的天气情况将在晚些时候恶化 因此搜救队必须尽快行动 印尼搜救队今天透露 他们准备用直升机搭载悬浮气球 到发现亚航8501机尾残骸的海域 以协助打捞机尾 因为机尾正是飞机黑箱的所在位置 如果坠海之后黑箱没有和机尾分离 那么搜救人员就能找到 驾驶舱语音记录器和飞行数据记录器 搜救队指出 今天上午的天气状况不错 但预料到了晚些时候就会突然起变化 因此他们得加速行动 印尼国家搜救中心主任班邦说 搜救人员已经固定了机尾残骸 避免它随洋流飘走 在刚过去的星期三 印尼搜救队在失事客机 最后已知位置的30公里开外 约30米深的海底发现了机尾 当时机尾完全倒置 并且已经部分埋入海底的沙石中 估计黑箱也已经被埋 今天早些时候也有消息指 印尼当局已经侦测到黑箱发出的信号 但是印尼国家搜救中心否认这一点 班邦强调 人耳无法听到黑箱发出的信号 当局在过去两三天以来 都以水下定位信标来侦测黑箱发出的信号 但因为释发海域覆盖范围广 因此至今依旧一无所获 截至目前 搜救队已经找到46名遇难者的遗体 灾难罹难者身份鉴定专家 正在鉴定更多遗体的身份 遇难者家属聚集在四水巴扬卡拉医院 等待任领亲人 这一期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